这个故事发生在碰仔八岁那年 那时候碰仔的父母离异 各自有了新的家庭 他们都不愿意照顾碰仔 只好把碰仔交给了婆婆 碰仔的婆婆靠卖草药为生 她在镇上开了一家小小的草药铺 每天放学后 碰仔都会回家吃饱饭 然后和妮妮 家家 阿飞和蒜蒜一起去后山晚上 直到天色尖暗才回家做功课 每次碰仔准备出去玩 婆婆都会叮嘱她 不要去左边的后山坟场玩 但从不解释原因 碰仔从朋友那里听说 坟场晚上会有奇怪的声音 还有传说中抓人来吃的鬼怪 尽管如此 碰仔和朋友们一直在右边的后山玩 日子过得无忧无虑 每一年的十月 因为学校淹水提前三天放暑假 妮妮 家家 阿飞和蒜蒜的家靠近学校 也被淹了 他们全家搬到城里避难 碰仔的家在后山附近 地势较高 没有受到影响 这一天 一整天都在下毛毛雨 直到下午四点才停 雨一停 碰仔见婆婆还没回家 就迫不及待地跑去后山玩了 平时有朋友陪伴 碰仔可以玩很多游戏 但今天只有他一个人 百般无聊 只好躺在草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 碰仔感觉脸上有黏黏湿湿的东西 睁开眼睛 发现一对蓝色眼睛正盯着自己 他吓得大喊一声 爬起来后退了几步 发现天已经黑了 眼前是一只全黑但又蓝眼的小狗 那只小狗突然背对着碰仔 望向左边的后山一边往后退 一边凶狠地狂吠 碰仔想起婆婆的叮嘱 和朋友们的传说 心里一阵恐惧 立即转身跑回家 回到家里 他发现婆婆不在 屋里一片狼藉 像是被贼光顾过 转向墙角 时钟显示已经是凌晨快十二点半 停尸这个时候 他早已进入梦乡 胖仔大声喊着婆婆 却没有回应 听到门口的沸声 发现那只蓝眼黑狗也跟着跑回来了 依然对着空气凶狠地叫 碰仔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要扑过来 吓得他再次转身逃跑 不停地跑 直到筋疲力尽 发现自己竟然跑到了坟场 小狗也跟了过来 无论碰仔怎么走都走不出坟场 好像被鬼打墙了 突然 远处出现了火光 仿佛是一群人 碰仔吓得躲在一旁 透过草丛观察 那群人越来越近 碰仔惊恐地发现 那些并不是人 他们的身体骑形怪状 有的只有一只眼睛 有的没有上半身 有的只有半边身 有的没有头 看起来好像传说中的妖怪 而那些火光竟是飘在空中的 妖怪们似乎发现了碰仔 向他迅速走来 不到几秒 他们就围着碰仔 速度快到连小狗也来不及反应 其中一个没有头的鬼怪 拉着碰仔说 要碰仔的头 有些就说 要碰仔的脚 要碰仔的手 甚至要碰仔的心脏 当他们拉扯中的时候 那只蓝眼黑狗突然冲了上去 挡在碰仔前面 对着妖怪们狂吠 碰仔健壮 立即拔腿就跑 只听到身后小狗凄惨的叫声和被咀嚼的声音 碰仔边哭边跑 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小狗的头颅落在地上 身上也只剩下骨头 耳边的雨声滴答作响 雨点打在碰仔的脸上 他猛然睁开眼睛 发现天色上亮 自己还躺在右边后山的草地上 一切都像是一场梦 但又如此真实 他赶紧跑回家 看到婆婆已经回来了 开心地抱住他 这时他发现婆婆的衣服破烂 那对白内障的眼睛已变成了蓝色 然后婆婆摸一摸 碰仔的头就消失不见了 只留下碰仔傻棱着 后来村里传开来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一年的十月份 连降大雨 学校附近的地区被淹没 碰仔的婆婆经营的草药铺 正好在地势较低的地方 水流太快 婆婆来不及跑 结果被淹没在汹涌的洪水中 就在婆婆意识到自己无法逃生时 她唯一的念头就是她最疼爱的孙子 碰仔 婆婆平时在草药铺里 接触了许多古老的草药和传说 她曾听说一种神秘的变形草药 可以让人化身为动物 继续守护亲人 她用尽最后的力气 找到了这位草药 含在口中 心中默念着保护碰仔的愿望 最后在洪水中失去了意识 当碰仔在后山草地上昏睡时 婆婆的灵魂化身为那只蓝眼黑狗 沿着与碰仔的心灵感应 找到了她 当碰仔睁开眼睛看到那双蓝色的眼睛时 她并不知道那是婆婆变成的小狗 正带着她逃离危险 回到家后 婆婆的小狗形态逐渐虚弱 最终耗尽了力量 当碰仔抱着婆婆 发现她衣服破烂 并且白内障的眼睛变成蓝色时 碰仔含泪望着婆婆 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悲伤 她明白了 婆婆的爱是如此深沉和无色 为了碰仔 她甚至用意志力来保护她 从那以后 碰仔每次想到婆婆 都会感到一种力量在支撑着她 让她在未来的生活中 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 后来碰仔被她的父亲接回去照顾 碰仔不再提起这事 婆婆化身蓝眼黑狗就酸的故事 也变成村里的传说 坟场的故事依旧发生